远景前往民宅处理纠纷案件 疑似就是因为这样 新冠病毒跟着一起回到警局 造成群聚感染 宜兰罗东警分局5月1号接获报案 说五节乡有家庭纠纷案件 五节分住所远景前往 到场后发现其中一名蔡姓男子 是宜兰地检署发布的通气犯 马上将人带回 侦察队侦讯大概一个多小时 就把通气犯送到宜兰地检署归案 结果分局在3号被通知 说证明通气犯PCR阳性确诊 分局当下马上就匡列了 相关接触的远景 4号开始陆续有远景 传出身体不舒服 集体裁检之后 发现30名侦察队员当中 有7人确诊 排除一人是被家人传染之外 其他6人怀疑感染源就是通气犯 另有6名分属侦察队 两个小队同仁 曾在办公室一起用餐 本分局为开放式办公场域 出租人员较多 相关染疫来源 将由卫证单位离金中 原来这6名侦察队远景 在移送犯人之后 还在办公室内一起用餐 目前罗东分局 已经完成办公室清销 并且采取分流办公 远景也陆续返回工作岗位 人力调度没有问题 TVBS新闻简大成黄凯净宜兰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